卫姐是社区养老机构的护士 每天和同事都奔走在 寻护居家老人健康的路上 像我们这边是有医生 一些康复医生 还有中医的医生 然后我们有护士 93岁的冯博因长期卧床 长出了压疮 照顾她的子女都已年过60 卫姐最近都会上门 为冯博进行压疮护理 大大减轻了冯博子女的压力 电话或者媒体 她们就立刻就约 她们现在都帮忙了我 不用下下要去医院 我们现在这个群护卫险就很多 收费是实际的 流动上门的医养服务 让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治疗 有了可持续性 像谢婆婆因为疾病 四肢行动受限 子女平时忙于工作 无法在身边陪护 在医护人员的持续康复训练下 她的肢体活动能力 日渐加强 从老人的笑容和言语中 记者可以感受到 医护人员每周的到访 成为了老人一种情感寄托 医养结合的模式 让老友所养 向老友赡养转变 这也对医护人员的供给提出了更迫切需求 目前广州户籍的60岁以上长者均可申请社区居家养老 未解他们每天要寻护5到6个长者家庭 有时候甚至8个 我感觉带给一个家庭的不单单只是说对老人的一个照护方面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加强 就是我觉得是对这个家庭的一个稳定跟到氛围的改变 只不过说在这里可能我们的晋升可能会比医院要难很多 这是实在话 国家希望这方面会足备给我们一些好的条件 能有更加多一点的这种医疗力量能够进入到里面来 其实老人真的很欢迎我们的 业内人士表示 广州养老护理员缺口估计在10万以上 缺乏年轻血液 这个问题全国也普遍存在 全国人大代表李楠楠表示 相关专业毕业生进入养老行业比例低 流失率高 主要是目前晋升渠道不畅顺且待遇不高 建议建立健全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培训制度 完善配套的薪酬激励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焦兰生和全国政协委员卢小明 也对养老服务供给和统筹提出了建议 建议要完善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相关的立法 对养老服务的供给做出制度性的安排 老龄事务它是个领域 如何强化统筹谋法能不能够组建老龄事务部 解决养老难题并非一朝一夕 但只要找准需求精准实测 养老的港湾便可越来越温暖